好 可惟剛才分享說 老公其實是天子跟魔鬼 而且有個最大缺點 就是死不認錯 這個妳後來是怎麼克服 怎麼跟他溝通 沒有 後來我就真的去了解 我就跟他爸媽聊天了一下 因為他爸媽也說 他就是很愛爭辯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他其實是在 國外長大的 所以他們其實華裔 他們的教育是 如果老師會要你 每一件事情 都要發表自己的意見 如果你沒有就是爭辯 爭到贏 你就會被欺負 就是大部分的 在國外好像都是這樣子 會被霸凌 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 你要有自己的堅持的點 然後你說出你這個點是為什麼 然後後來我像例如說 為什麼他不來追我這件事情 他們國外的觀念就會覺得說 我們現在正在吵架 應該是我給你一些空間 讓你自己去冷靜一下 然後我也冷靜一下 所以其實應該是說 其實這件事情 不是就字面上看起來說 他死不認錯 是因為我們的背地裡的那個 下面的深層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觀念不一樣 所以才導致於 會有這樣子的落差 OK 好 我想這最重要的是一個 也是很不容易的決定 因為九年有這麼多的 這個事件的狀況 到底 before跟 after 結婚前結婚後 你覺得他有沒有改變 他整個大改變 所以結婚之後會變好 他媽媽眼前就會講說 我跟你說啦 男生沒有結婚之前 都是個男孩 結婚之後他就不一樣了 就我媽媽經常多變 我想說奇怪 男生要簽一個 上一個東西隔天就變了嗎 對 怎麼可能 我就想說怎麼可能 會嗎 對啊 然後我就一直 為什麼我會考慮九年 就是因為我一直覺得 就是不OK 就等他長大都沒有 對 然後想說不OK 那我怎麼可能 明明知道不OK 我還去做這件事情 我不是傻了嗎 可是後來因為我們真的 就真的結婚之後 他完全都不一樣了 有一天 應該是說我們還沒有簽之前 我們只是先討論要結婚 然後我們就有 試著要同居住在一起 然後有一天 我就在外面那個保養 然後他在裡面 他就突然聽到那個地板那邊 他在清理地板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他也變太多了吧 然後有一天我也是在睡覺 然後睡一睡 突然我就聽到 我明明有聽到聲音 可是他就是那種 很小聲 很小聲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他也變得太多了 變太貼心了吧 對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而且像以前 我們就是他不是死不認錯 對 愛爭辯 然後例如說我可能講什麼 他就愛爭辯 我現在只要跟他唸唸 他說他就會就是 然後我當下我也會 我當下我也會 我也會覺得很好笑 然後我們就笑了 求生意證這麼強 對 然後他賺了錢 他第一次就是 就是拿到的 就是結婚後 他拿到的錢 他就直接就是說 老婆 這是今天的血汗 全部都給你 然後例如說我就說 那我們再一起 開一個共同帳戶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 他說沒關係 就是我的錢 就全部都給你 然後都給你管 超好的 就是全部都 不一樣了 真的 所以簽完之後 人真的就會變了 我也不知道 我其實有聽過一個說法 人家說 男生其實不願意 幫別人養老婆 他就覺得 我還沒結婚的時候 我對你那麼好幹嘛 跟家男生就是別人老婆 但是真的 確定是他自己的了 對 他就會真的 就把他當自己的來騰這樣 難怪 因為他都會跟我講說 因為你是我老婆 就是不一樣了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是我覺得 那一次是因為我去日本 然後那一天 我們就是已經要到 就是機場要把那個行李 放上去 然後就護照 然後我就發現 我護照居然不見了 發生在我這個眼警的人身上 然後我就心想說 天啊 我怎麼會做 這麼蠢的事 而且我跟你講 那這樣飛機票怎麼辦 是不是就沒了 然後什麼 而且那個時候 因為日本才剛開 人非常多 一定會沒有辦法回來 然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也從來沒有 然後語言又不通什麼 他反而是來告訴我說 沒關係 我們就一件一件處理 而且沒關係啊 我們不是要多連兩天嗎 你不是剛好有在講 因為我剛好在要去的路上說 有點可惜 沒有買到那雙鞋 其實有一點點想他 然後他就說 那現在老天爺不是在告訴你說 去買那雙鞋嗎 然後結果我們就真的 辦完了這些手續之後 我們就去買那雙鞋了 所以這件事情就反而變成 好像是多賺到兩天 然後就變成是一個 本來是一個我很痛恨自己 就覺得說 我怎麼會做這麼蠢的事 反而是他回過頭安慰你 對 因為他的隨性 導致於讓我覺得 好像很多事情要放下 我們就努力 然後如果努力沒有了 就不要糾結 就放下吧 是 越來越好 而且不只他 你覺得你的公婆 也是一個對的人 我跟你講我真的很想要 嫁給我公婆 我那時候分手 其實為了他們嫁給他 我跟你講我那時候分手 我那時候分手的時候 我其實不是捨不得他 我是捨不得我公婆 因為我公婆真的 對我太好了 你知道嗎 我們結婚之後 因為我是一個很愛家 跟我很顧家 就是我的家人 就是我的家人 我以前都會覺得說 就算公婆再怎麼好 都一定是公婆 然後所以我其實 我南部 我很常會回去 我每一個月一定會回去 南部一個月 陪我的家人 然後可是這一次 我就結完婚之後 就是剛好我老公要出差 然後結果我就說 那我去回你家趁飯吃 我居然想要回去 跟他爸媽 然後他爸媽就 也很開心 就帶著我去IKEA逛街 然後買東西 然後吃東西 然後吃東西 就是吃我想吃的餐廳 他們知道我喜歡吃 奶昆的餐廳 他們特地帶我去吃 然後吃完他們還付錢 然後隔天我們就在 我就一樣 老公不在 我們沒有住在一起 但是我就睡在我公婆家 在沒有老公的狀況下 然後隔天起來 飯已經煮好了 婆婆已經把我喜歡吃的湯 都煮好了 雞湯煮好 然後煮完之後下午 是去公婆家度假 對 然後不用出錢 不用出力什麼都不用 然後下午 他們兩個就特地 帶我去Outlet逛街 然後婆婆跟我去逛街 公公負責幫我帶狗 然後負責幫我提東西 然後還要幫我付錢 婆婆都付錢 什麼都是付錢 然後例如說 可能我就想說 在結婚之前 我可能就是想說 還是會偶爾問一下說 我要來洗碗 假裝一下 然後想說 他都不讓我洗 那OK... 應該婚後就要洗了吧 現在婚後我要去洗 他就說沒關係 媽媽來就好了 你去那邊坐好 我想說你煮飯 那我洗碗 都不用 一個廚房可能有一個女主人 沒有 他就是說 沒關係... 你不用 你就去休息 你去休息 你平常太累了 所以薄熙問題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這個老公的媽媽 幫他大大加分 真的 加一千萬分 是 楊青哥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他的老公 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男生真的晒了之後 承認自己是一個人夫的時候 就變成熟了嗎 我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子 真的不是 我相信是他的原生家庭 帶給他的影響 他的原生家庭 他的父母親 有一個非常好的分工 非常好的關係 這點我相信對他一定 有很大的影響 而且我想他父母親 私底下一定有跟他講 如果真的想要結婚 你要把他真的看作 是你的生命共同體 你們兩個是一體的 所以你要開始要照顧人 不能像以前一樣 我相信他爸媽 一定有跟他講這個道理 有 然後而且他聽進去了 他知道說 OK 以後 他是那種界線很清楚的人 所以才會跟你ABC AACB 所以那界線 當一旦是自己人的時候 他的整個做法 他會重新來思考 怎麼樣跟你們有 真正好的互相對待的那種關係 我剛剛聽了 他真的很厲害 他其實 你說他怎麼不負責任 他其實最會負責任 就是在你一個 比較好的狀況下 就是護照不見的那個事情 還能夠一步一步的 把事情做完 在危機的時候 才知道誰才是負責任的人 對不對 對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 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